来到客家山城呢 怎么可以做过传统的客家美食呢 我们现在要来用餐的餐厅呢 就坐落在交通方便的公路旁边 而且视野非常的辽阔 里面不只有传统道地的客家菜之外呢 还有老板的创意料理 就跟着我一起进去品尝吧 土生土长的老板与老板娘 从种植果树到转型为观光形态的果园与餐厅 处处可见用心 因为这里的食材都是老板自己种的 韬客还能到菜园指定菜色或亲手采摘呢 你看这里的景致是不是很好呢 就像我刚刚说的有辽阔的视野之外呢 你们看传统的客家美食呢 现在就在我的眼前 坐在我旁边呢 就是这间餐厅的老板 唐老板你好 你好 美丽的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觉得这些菜啊 看起来都是好新鲜哦 请问啊这些菜是 食材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些食材是比如像我们这道鸡肉 是我们这边农庄的那个牧草鸡 今天我们人数比较少 临时来我们就是把一鸡两吃 就是把那个洋葱炒为三杯 再另外一座我们刚才就是有 现在的那个芥菜把它煮成鸡汤 就是一鸡两吃 还有我们的花椰菜 还有荷兰豆 就是我们自己现种现材的 让我们的菜色呢就是讲究清淡 所以说我们就是少油少盐 所以说做的比较清淡 做的比较素 跟一般大餐厅比起来 就是我们比较没有这么多花招 就是清淡的素炒出来这样子而已 讲了那么多 老板我可以先来试吃看看吗 来来来对对对 不要光顾着讲话 来我们来来来来 首先呢我要来吃看老板刚刚 很慢的荷兰豆 来来来来 这是刚才 你看 这荷兰豆那么大耶 有没有跟我的脸差不多长了 没有这么夸张啊 你怎么那么厉害 这个是我们的 我们祖先已经传承五代的那个种 我们自己一直疫苗 自己留种自己播种 这个口感非常的脆 来 吃吃看 是脆的耶 而且老板你好厉害喔 你种出来的菜都甜甜的 都甜甜喔 这个就是我们什么菜都一直在种 一直在种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看客人喜欢吃什么菜 我们就种什么菜 投其手好 但是我们就感觉到 这个在绕菜真的是很不错 所以说我们都大量的生产 而且都脆脆的又带汁 好吃 好自家 嗯 来 吃了 来 吃了 在这间餐厅也不只有传统的客家菜 他们还把新鲜的食材拿来做下午茶 像是维维现在面前的就是老板独家创意的 conf Away 梦江女奶茶跟千层派 那風景呢我可以帶大家看 可是美食呢 就得自己來享用品嘗看看囉 得天獨厚的山林美景 可不是到處都有 尤其可以邊用餐邊賞景 真是人生一大樂事